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情资 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北美 特斯拉被报年底前将再次降价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经历过两次促销后 特斯拉的订单增量仍不及预期 所以将会在年底前进一步推出新的降价手段以促进销量 消息人士指出,随着上海超级工厂两大车型产线 在今年7月、8月完成升级后 特斯拉本土产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增速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 特斯拉上海工厂在2021年的产能为484,130辆 而在今年完成工厂改造升级后 上海工厂的产能已经提升至110万辆 增幅约127% 今年1-10月,特斯拉一共向中国市场交付了335351辆新车 较去年增长了53.5%,与产量增幅不成比例 21月27日消息,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刚刚发文称 特斯拉团队刚刚驾驶一辆重达81,000磅 约36,774,000克的Tesla三脉跑出了500英里超800公里的续航 三埃隆马斯克曾经在推特上发文称 特斯拉三脉电动卡车正式投产,并将于12月1日开始交付 百事可乐为首个交付对象 马斯克表示,此次交付的三脉将具有500英里 约805公里的续航里程 而且驾驶起来超级有趣 随后,马斯克还表示,未来版本的三脉可能达到621英里 约1000公里的续航里程 特斯拉三脉电动卡车最初于2017年11月亮相 当时公布的规格显示,该车在满载的情况下 可以在20秒内达到60英里,约96.56公里每小时 并且,即使在陡峭的坡上也能保持高速公路水平的速度 此外,特斯拉还表示,该车能够在30分钟内完成70%的充电 据悉,该车在2017年首次亮相后不久,就有众多企业进行订购 其中百事公司就订购了100辆 加拿大沃尔满订购了130辆 美国啤酒酿造公司Anheuser-Busch订购了40辆 百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菲多利订购了15辆 特斯拉最初计划是在2019年开始交付三脉 然而由于零部件短缺等原因已被推迟数年 4.11月28日消息 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最近在回应有关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级的推文时表示 ESC是魔鬼 今年5月份,标普500ESG指数将特斯拉剔除 标普官方给出的原因是 特斯拉的ESG评分排名过低 不足以入选指数成分股 这使得马斯克对ESG评级也偏向负面 5.近期分析师对特斯拉看法汇总 技术分析公司Fairly Strategies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知名技术分析师的凯蒂·斯托克顿 认为特斯拉如果股价跌破166美元 斯托克顿认为下一轮将跌向150美元 研究公司22V Research的技术策略主管约翰·洛克表示 在市场下跌的情况下 特斯拉股价可能低至100美元 也就是说 该股股价还有超过40%的下跌空间 此外特斯拉最大的支持者之一 ARK Invest最近几乎缺席 这可能无助于市场情绪 随着特斯拉股价持续大跌 投资者也越来越期待特斯拉公司 能够开始回购股票 从而支撑股价 之前知名美国金融服务机构公司 分析师杰夫·温道·Jeff Winder 预计 特斯拉可能在明年回购股票 如果真的回购 那么这是特斯拉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回购计划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 Adam Jonas周三表示 特斯拉正在接近它的看跌目标价150美元 这位投资者提供了逢低买入的机会 花旗分析师 一胎米凯利将特斯拉评级从卖出调高至中性 称该股今年于50%的跌幅抵消了短期风险回报 这位分析师表示 它变得更加乐观 因为特斯拉的暴跌意味着 对该股的一些过度乐观预期 包括对销量的预期 现在已经被定价排除在外 6.比亚迪系统深度融合的安全高效电动汽车整车平台技术 入选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创新技术 7据简媒11月25日晚报道 比亚迪代表透露其在柬埔寨电动汽车领域的投资计划 即打算到了2023年 将在柬埔寨全国不同地点安装200个电动汽车充电站 8.中国舆论界现在有声音认为 如今新能源汽车竞争白热化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比亚迪的强势崛起 产销飙升 疫情之下 百业萧条 汽车消费需求增长本就有限 而这些需求大多投向了比亚迪 电动车新势力 销量徘徊不前甚至倒退 特斯拉中国订单锐减 苦于招架 接缘于此 9.中国成联会预测 11月侠义乘用车零售市场在186.0万辆左右 同比增长2.4% 环比增长2.3% 其中新能源零售在60.0万辆左右 同比增长58.5% 环比增长8% 渗透率约32.3% 时有研究分析 智能电动汽车 Sav的销量分布 与各大省市的汽车产业链及充电补能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程度 有直接关系 充电补能设施建设完善之处 与智能电动汽车 Sav销量高涨之所高度重合 二者约承证相关关系 2022年1至10月 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209.1万台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能够满足智能电动汽车 Sav的快速发展 二者相辅相成 中国充电联盟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10月 广东省共拥有1.9万座充电站 其充电站拥有量位列中国各省份第一 江苏省和浙江省分别以8426座和8084座的充电站拥有量占据第二 第三名 巴菲特语录 人生只要负一次 曾博士解读 现在很多人甚至于投资经历没有几年的人都动不动就利用杠杆期望取得超额收益 牛市时期可能看不出风险 一旦大事不太好的时候 很有可能资产一夜清零 永远爬不起来了 记住投资是马拉松长跑 而不是100米冲刺 邓小平式的三落三起的神话 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并不多见 记住巴菲特说的 不依赖财务杠杆 一项好的生意或一个好的投资决策也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因此在我们看来 为了一点并不重要的超额收益 而将非常重要的东西暴露在不必要的风险之下 是相当愚蠢和错误的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以便我们持续做出更好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